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在这个 Peugeot 3008 还有 5008 小改款的这个试驾活动上面 因为其实这款车应该是在今年年中就要发布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Delay了很久 随着政府开始逐步解封 所以很多的试驾活动都开始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趁着一个试驾活动 做一个简单的试驾影片 还有一些简单的介绍 让大家看看这个新款跟旧款的 3008 有什么差别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后面 哇 大家都在忙着 可以看到好像一切都有一点点恢复正常的感觉 是不是 OK 接下来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介绍的环节 希望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因为这个大热天其实拍影片还是蛮辛苦的 如果我讲是以小改款来看这台车的话 其实它的改变幅度其实还是非常大的 首先它换了一个Fugio家族全新的前脸设计 这个灯组变到非常的锐利 然后它的还有一个LED的这个长方形的灯条 这个他们乘坐是狮子的獠牙 很尖 其实也很像啦 然后这个除了是日间行车灯之外 它还是这一个方向灯 所以点亮的时候视觉效果其实还是不错的 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前脸 因为它的辨识度真的是很高 然后也是我觉得这个法国人的浪漫之一啦 接下来就是这个尾灯组 这个尾灯组其实跟小改款之前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异 但是实际上改变很多 它的设计概念是狮子的爪 狮子的爪 所以它有这个三条线 可是在这个小改款的车型上面 它变成了这个带有3D感的LED光条 如果点亮之后 它的视觉效果真的是很帅很帅 我个人觉得会喜欢标志这个品牌的人 其实对于它的设计风格应该是特别的喜欢 因为我自己个人 其实第一个媒体试驾活动就是试驾30大 所以我对这个车有很大的感触 这个品牌有很大的感触 所以他们每次新车发布 我都会特别留意 我真的是觉得在这5年的期间里面 它们的设计真的是越来越美 这个尾灯 我真的是觉得在同级车里面 它真的是最精致 应该是没有什么对手的 如果你赞同的话 请给我一个like 内装的部分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法国品牌的一个环节 因为虽然讲它的内装质感不是到最高级 可是它的设计都很精致 例如讲这一个类似钢琴键的冷气控制 还有这种GPS 车辆的这种按键 快捷键 然后还有这个电子的排挡杆 这个电子排挡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非常非常的帅气 我觉得可能 BuildJob 把整个设计成本都划在这一个环节上面了 然后它的置物空间方面 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的优秀啦 像是 这边有个很大的置物空间 然后有这个支杯架 而且支杯架还有两圈的蓝灯 给你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然后这一次这个小改款车型对比小改款之前呢 它还有一个升级的地方 就是这边有一个 QI 的无线充电槽 如果是讲你的手机支援无线充电 你丢下去它就可以进行充电 只是这个速度可能会有一点慢 而且 这个萤幕同样的也进行升级 变成了10寸 这个萤幕我真的很喜欢 亮度好 分辨率高 不会反光 所以就算是大白天你开车的时候 你要观看这边内容 例如说 你要看这个 GPS 还是什么 完全都没有干扰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地方 然后这个方向盘 同样的还是延续这个 Peugeot 一直以来的 这个半椭圆形小小个的设计 这个真的是很好抓 感觉质感 握感 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出色 最后就是 这边有一个超大的全景天窗 因为这台车其实你看到我的坐姿是比较低矮一点的 如果你打开全景天窗之后 你的这个压迫感会大大的减少 对于车内的乘客 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来讲 这个全景天窗都可以给你有比较好的空间感受 会感觉到压迫 这个后座空间表现是我打开了全景天窗之后的感觉啦 确实 打开了全景天窗哦 它的这个压迫感真的不重的 只是 虽然讲这个玻璃有一点隔热 但是我觉得这个热度还是会传到车子里面 然后我讲一下后面座椅的设定 后面的座椅设定 我个人觉得是很欧细的感觉 整个这个发泡棉啊 椅背的都很扎实 然后 你可以看到我脚步空间其实还有很宽 我根本都不用去量的 只是这边支撑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到位 我觉得 以细Segment的XUV来讲 这样的空间表现是我可以接受的 还有一点我要称赞它的地方就是 虽然讲在国外的3008是有Owheel Drive的版本 所以它没有 因为它是Owheel Drive的关系 把中间做到很凸齐 它几乎是全屏的 所以的话 你坐在中间 你也不会感觉到很不舒服 只是这个椅背是有一点点硬啦 可能小孩子坐这边会舒服一点 然后它具备了一个 呃 后排层个很注重的东西 就是后座的冷气出风口 虽然它没有独立的Brawver 但是这个风量还是OK的 然后下面有一个USB 虽然只有一个 但是好过没有 还有一个设计我自己觉得很贴心的 就是它的这一个后面它还有一个三角径 这个三角径同样的也是可以帮助后面的乘客去解决这一个压迫感 这台车虽然讲它并不是一个很正统的家庭SUV 可是它在这些环节上面它都稍微顾到啦 只是当车在驾驶的时候 后面真的是会弹跳一点 会稍微影响一下舒适性 关于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这辆车因为它真的是Design for Rival 所以可能passenger 它会稍微忽略了一点点啦 详细的环节 我们下去试驾看看 其实旧款的3008 我之前也试驾过了 所以我在试这个新款的3008的时候 我觉得很熟悉啦 对于Pujot 这辆车 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因为我加入这个行业 我第一辆试驾的车其实就是Pujot 那个是308 然后我觉得这个3008 跟308 相比的话 它们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 就是3008 虽然讲它是一辆SUV 啦 可是它这个整体的驾驶感受 其实还是偏向HPG 居多 只是你会觉得 这辆车的车身高度真的会有一点高 然后有时候在弯道的时候 可能侧倾会有一点点的明显 除此以外 我无伤大押 我个人觉得它是C-Segment SUV 里面 Handring 可能是最好的那一款啦 因为真的是很好开 就算你坐进这辆车里面去的时候 你其实也不太会觉得它是一辆SUV 因为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的驾驶姿势 其实整个感觉都是比较Compact 比较精臭 它的座长真的很像Hatchback车的感觉 然后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小的方向盘 这个小小的方向盘 感觉真的是很爽 然后真的有让你觉得你在开一种Hawk Hatch 的感觉 我觉得你不可以用一般SUV的标准来看这台车啦 因为对它有一点不公平 因为虽然说我们讲它是SUV 讲它是Crossover 可是实际上它主打的还是驾驶感受 所以它在一些空间表现 可能它在舒适性上面 没有办法跟其它日系的C-Segment SUV相比 如果说你需要的是那种很舒适的家庭SUV 然后你要很大的空间 那么这辆车就不是你的菜 如果说你只是想要纯粹享受高视野 然后还要有不错的驾驶感受 这个3008我就觉得很适合啦 在欧系的SUV里面如果是踢罐跟这个比的话 如果你是比较Family man的你可以去踢罐 如果你是个性化 你要很独特 然后你要驾驶感受 你可以去选这辆车 因为这辆车的整个感受真的是让人家很心慌神医啦 我自己是这样子觉得 然后这一个steering 跟这个meter 的组合 我之前上网看很多人讲就是 哦这个meter 会被steering block 掉你的视线 这个是看个人的身形身高等等都会有影响啦 像我的话其实我的steering 并不会顶到这个meter 然后这个meter 除了4m 以外 它还取代了这个抬头显示器的功能 然后还有一点这个3008我要称赞的就是它的这个task screen 足迹 它的那个分辨率跟那个亮度其实都很高啦 也就是讲叻 它在大太阳底下的时候它不会看不清楚 就算是刚才我们一路开过来 像我们是上车云顶 然后一路开过来的话 其实太阳很大 可是这个screen 并不会有反光 或者是看不清楚的情况 重点是它真的是有支援这个Android Tor 还有Apple CarPlay 如果讲你的电话是Android 10.0 以上的话 你直接Plug and Play 就不用再去 download App OK 接下来我要讲一下它的这个引擎跟变速箱的配置 首先 驾这辆车你真的要打开这个Sport Mode 你不打开Sport Mode的话 你真的是feel不到它的这个引擎的实力 可是这个Sport Mode的Button有点难按啊 要按很多次才成功 OK 有了 OK 你们可以听到 一开Sport Mode过后 你踩油门 Engine的神浪都是不一样的 它就很像那种狮子这样 哇的感觉 一下子那个动力就出来了 如果你是在Normal模式的话 它的变速箱也好 Engine也好 还是比较Smooth的 动力是有 但是你会觉得它可能比较像1.8 或者是2.0自然进气的引擎 不是Turbo 你真的要Turbo的这个实力的话 那么真的是需要去换下Sport Mode 因为这个是奈利达的油 所以我不用去心疼那个油钱 所以我就一路开Sport Mode这样驾下来 开Sport Mode加上这个很有韧性的底盘表现 这辆车真的是很好开 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底盘的设定 你看就算是在云顶这个Carrac Highway的路段 其实大家如果有上过云顶的话 都会知道这个路段的路其实还蛮弯曲的 所以XUV会比较难Handle一点 可是这辆车Handle的非常的好 我不会讲它真的是可以媲美Hatchback或者是Sedan 但是这个感觉在SUV里面其实真的是非常少见了 这个感觉真的是很好很爽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啦 这一个Puget其实在国外有第二代的1.6涡轮增压引擎 打力表现都很高 可是在马来西亚市场可能他们是考虑到天气 然后成熟度还有成本等等等等的因素 最重要是马来西亚的汽油啦 汽油品质 所以这辆车他们给的还是原本的1.6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火比是我们苏西的THP啦 现在像是走着Carrac Highway 有时候一些爬山的路段在Sport Mode的模式下面 这个动力其实也是Handle得到 Normal模式的话就会差点意思啦 这个是Sport跟Normal最大的差别 然后还有一点很特别的 我们一般的车子就是ESC 就是开跟关 然后这台车子的ESC模式 它会有可以根据不同的路段进行变化 如果讲你是沙地啊 你可以切换到沙地模式 然后雪地啊湿地 它又都有不同的模式 然后那个ESC会有不同的设定 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 前面一直强调这辆车的Handling很好 Handling很好 它的Handling真的是好 可是其实它的Handling是Torsion Bean 这个可能是大家有点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地方 我没有开玩笑 它的后选调真的是Torsion Bean 可是它能做到的调教就是 让它的Torsion Bean不输给Maldi令 我觉得这个是法国狮子的进化 就算是308这样子比较偏运动化的Hatchback车款 它同样的还是Torsion Bean 这个大家是不是觉得很surprise 好啦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新车简短的试驾环节 因为今天的时间其实真的还蛮有限的 所以我们能够体验到的就只有那么多 我真的很喜欢这台车的整个驾驶感受 真的是驾起来真的还蛮爽的 以一台SUV来讲 它有这样子的表现我觉得很难能可贵 但是它的缺点还是有啦 也不会说完全没有缺点 第一个缺点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 以一个标榜运动化的SUV来讲 它的这个Pedal Shift的设置位置很不合理啦 因为Normally 很多的车的Pedal Shift 都是跟这个方向盘可以一起转动的 但是这台车的是固定在方向盘后面的这一个地方 所以它没有办法跟那个方向盘一起转动 所以有时候你在转弯的时候 你要进挡退挡 其实会有麻烦 接下来还有一点就是在驾驶的时候 其实它没有很友善啊 是因为它整个内装的界面很简洁 可是你的冷气你要按了button 然后才可以用touch screen去control 这个我觉得很不直觉化 在驾车的时候你要忙操作是很难 虽然你省略了这些button 你的内装设计可以很简洁 但是绝对会对驾驶造成问题 这个是我体验了这台车过后 我觉得两个最大的问题啦 另外关于这台车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它搭载的比较基本的安全配备 例如讲它有这个车道便宜仅式 类似这样的配备 可是主流的像是自动紧急刹车 或者是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 它都没有 这可能是它跟同级的C7 SUV相比 比较有劣势的地方 这些可能是以后PSX在马来西亚市场 需要注重的地方 我们就看接下来可能是多两个月发布的 这一个2008 会不会在这些问题上面有所改善 OK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期简短的影片 因为真的体验时间有限 所以没有办法带到太多细节给大家 请大家多多包涵 好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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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优优优独播剧场—— tik by bwd6 渡走 by bwd6 不 Rover Lebha 모르